上海呢,要找上海的 您是好像是个女人,是吧? 对 如果你女人找外地的决于吗? 这个可以,这个特么情人,我无所谓 但是也要蒙当户对的,所有蒙当户对的一天 对不对? 也要有房子 是吗? 也要在上海有房子 房子也有 必须上海 上海 大小不管 不要请你很近的,市中心买一套 那房价贵的10万块20万,对不对? 10万块一平米 在郊区的,你三四万四五,三四万还可以的 现在有车子嘛,也可以 只要他愿意 但是呢,我和他说 你这不能嫁错了 这是肯定的 你嫁错了 你 你嫁错了,你要苦一辈子 嫁错了,要苦一辈子 怎么知道嫁不嫁错 怎么能知道嫁不嫁错了 你嫁错了,你要很比想对方的情况 如果对方,爹妈都是农村的 你嫁错了,对不对? 没劳保的 他自己就是赚了一万,两万,怎么样 还要,家里还要,家里还有养老吧 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吧 不但中央,肯定反对了呀 最起码要,我们叫南天天啊 最起码要,找一个上海人 不,你上海本地的小伙子啊 你赚多少我不管 只有房子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不是啊 上海的都有两套房子 一房子可以的呀 最后,他谈的时候我就反对了呀 如果他愿意的,我也没办法了 他愿意的,我也没办法了 对不对?到时候 好坏,你自己负责 我们不负责了,因为我们有言在先 对不对?上海人,要找上海的 对不对?基本上蒙当部队的 这可以的 像您身边的 都是这样 一般都不是,一般性都不是 都不是外地的,都是上海人 就80后,90后啊,都是上海人 嫁给外地的很少很少 南方娶外地女的呢?多不多? 南方娶外地女的,这我们知道是 我认识的,基本上很少 也很少 你是外地,你是个姑娘,你家里在农村的 你怎么办?家里还有兄弟姐妹的 这个条件就不相配了 有点,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